你客气了 首先我想请您用一个字或者一个词 或者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自己的2020 因为很复杂 这个问题太难了 因为我觉得2020年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而且复杂的一年 所以一个字或者一句话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去包括 但是我觉得大家那种凝聚在一块 一起去共课时间的那种精神和那种温暖吧 包括我们平时可能看些新闻 包括看到很多在就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通的人 但是为了我们去在前线去帮我们一起抗击疫情 所有的人就感受到的温暖 所以我觉得2020年用一个字或者一句话去形容太难了 但是我觉得是很特殊和复杂的一年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年呢有很多这个观众也好还是粉丝也好 他也不能回家去过年 对 您对此您有没有什么祝福或者鼓励可以送给他 首先就是很多人 因为大家平时可能都会说 一到过年的时候 大家最多的看到的就是可能开玩笑式的吐槽 说哎呀又要回去了又要被催婚了 或者又要回去过年看到很多很多可能不太熟悉的人 但是我其实我还挺惊讶的 我看了很多消息 今年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也是第一次在外地过年 但其实在外地过年也没有就是怎么说呢 也没有那么的可怕吧 就是我觉得身体健康 然后随时跟家里人联系 然后我觉得健健康和安全全的都是过年 而且大家选择在就地过年其实还是一个挺 我觉得挺大的一个贡献吧 我觉得还是挺感谢大家的 就是我们一起继续去抗击这个疫情 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 然后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牛气冲冲 牛转乾坤 即将此很多 总之就是很感谢每一个人做出的这个选择 那可以对很多这个不能回家过年的这个朋友们 给他们送一句这个新春的云祝福吗 我觉得在外地过年的话 首先就是来看我们的春晚 来看我们江苏卫视的春晚有很多的节目 然后包括可能也是在外地吃一下家乡的味道 都是一种过年的方式 云祝福刚说了嘛 身体健康 牛气冲冲 牛转乾坤 好的 那这个新年您自己有什么期许和自己事业上的规划吗 期许就是发专辑 发作品 这个当然是最最最最头顶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您刚才也提到过年回家 很多人都会被问到很多问题 那您回家最常被问到的话题是什么 我回家最常问到的话题 就是你回家经常被问到的那个话题 所以也会被什么推广啊 什么什么 就是很正常 我们大家都一样 对大家都一样 大家遇到的所有的情况 见到的所有的事情 和遇到的所有的问题 都一模一样 对就是怎么办呢 怎么办 笑着面对 那当然要笑着面对啊 前段时间您也获得了这个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 您是如何看待这份荣誉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认可 而且他也是一直鼓励我去继续努力去留在这个舞台上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而且我觉得也是非常对所有像我的声米和所有听过我歌的人的一个感谢和支持吧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出过的第一首OST 虽然我现在有发过很多OST 但是第一首OST叫回声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一直都有听到所有支持我的人给我的鼓励的声音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出更多的歌 或是能够去到更多的舞台 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最好听的一个回声 对 那你刚才说到OST今年确实唱了非常非常多 大家耳熟能详的 希望以后能够唱更多 他唱了这么多这个OST 你自己有没有考虑过去演一个角色 如果要演想演什么类型 我有考虑过 但是我们的确也有人来邀约过 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好这个事情 所以我可能会暂时要先考虑考虑吧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就是我也不知道很复杂 因为数页真的是有专攻的 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跨界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但真的如果你要去做好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 就像可能唱歌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唱歌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随时一开心 啊啊啊啊我就是在唱歌了 但其实你要唱好歌 它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但就像看我们 我这个外行看演戏 我们会觉得你只要真实去感受 但可是你要怎么去真实去感受